人類得到永生後,會有什麼後果呢? 要提一提,尤其是未夠18歲的觀眾 這套劇中是有不少的裸露場面的 你在家人面前開出來看 突然有人脫衣服,你家人問搞什麼的時候 我找EG介紹你 多虧你們不小姐妹 大家好,歡迎收看EG戴國際 之前很多Youtuber都會分享他的Netflix 就是看什麼劇 因為我以前看Netflix就是浪子 我只會看電影 但是現在就留在家的時間多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 立即詳情了很多 變成了一個會看劇的人 終於現在都有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某程度上我在想 其實Netflix應該賺了不少錢 居家系列的都應該賺了不少錢 對,所有居家系列的應該都賺了不少錢 真是神經病 除了我,我也是你們的居家系列 不過要先說明 我看的那些是很有深度的 是很啟發性思考的 大家明白我 以下內容不含故事劇透 請放心觀看 不含 不含 不是含 那我這期最熱衷的就是一套 叫做炭變的劇 不過這套劇主要是說人類 若然得到永生之後 人類的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先說明 它不是一套新的劇 為什麼我現在才可以去看呢? 原因當然除了因為長期留在家 之外 還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名字覺得壞 炭變 它看一套炭變有什麼好看呢? 我一看它的劇名 我以為它整套劇都在說炭 然後就是近期 這一兩個月 Netflix有一套動畫 都是炭變 但是是動畫來的 吸引了我去看 因為動畫裡面是最多中病的東西 又有武士 抓去抓去又有忍者 那些動作有型 雖然是滑 但是也有型 我看完這套動畫之後 才去看回到劇 哇 一看這套劇才發現原來是迫鯛 你知道什麼叫迫鯛嗎? 故事就發生在人類的科技 已經十分發達的未來 有多發達呢? 是發達到全民 都可以做到永生 是不是聽起來很爽? 全民永生 好像天堂一樣 就是天堂就是永遠都不會死 所有人都很快樂地生存 全世界都穿白色衣服 但是這套劇拍出來的結果 就是人類的娛樂 生死觀 全部都是傾向於不好的方面 很暗 比dc universe更暗 有一些殘忍的程度 我會叫做不能夠更殘忍 就是你想不到有什麼方法 可以殘酷的情況 首先簡單地說一下 人類是怎樣做到永生 所有出生滿一歲的嬰兒 就要在頸後面植入一塊鼻訓的容器 你就當作用了一個晶片 去安裝你的靈魂 從那一刻開始 你的意識、記憶和感覺 都會完全跟你的身體分離 所有東西都寄在晶片裏面 就算你的身體完全打爛了 只要你的鼻訓是沒事的 只要把鼻訓拿出來放進其他身體 你又是一條好看 所以裡面的人已經不叫身體做身體了 裡面的身體已經叫做異體了 那你就會開始想 人不斷生出來 哪有這麼多身體和地方 那你就錯了 因為人類的科技已經發展到 可以有3D printer 可以印出人的身體組織出來 有機械而知 已經是有一些會自己組織工會的人工智能 在其他星球也已經有殖民地了 就算你突然找石撞地球 那些球體爆炸他們都不怕了 已經可以躲去另一個星球 所以空間和身體供應 就已經完全不是問題 其實這個方法對我來說是很讚嘆的 人類以前剛開始發明電話的時候 你也知道 那些線要扭著 那些線是很不方便的 我小時候已經會想 怎樣可以改善電話線的材質 是否有些可以自動伸熟 一用完就熟回 之類的 無線電話什麼都搞定了 是可能你會說 你自己想不到 人家想到有幾個期 你自己按鈎不要責人醒 但是問題就是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我一定覺得有些人會跟我說 你自己按鈎在責人醒 那現在人類的醫學 經常說想進步 又說要研究些什麼手術方法 怎樣去保健 總之就是要延長人類的壽命 如果覺得電話線麻煩 就是整條不要直接無線電話 會不會有一天突然之間 就像這套劇一樣 人類跳過所有步驟 直接跟你說 你的身體很難救 不要救 掉了它 直接換個身體 就搞定了 所以我覺得這套劇裡面 認為人類最終會走向的方向 我覺得絕對是合理的 因為人一向都有這個習慣 覺得麻煩 不要 好了 我現在開始說完 人類得到永生之後 會有什麼後果呢 在這套劇裡面 有錢入心 首先就是有錢人和窮人的分別 即使全人類都可以一起永生 那窮人 當然跟有錢人不同 有錢人是會有些升級待遇的 只要你給得起錢 你還可以設置雲端 online backup 你定時定後 都會把你的備份 上到雲端 那若然你死了 你就在雲端 那裡拌回 backup 你又可以放回新的身體 那你就永遠都死不去了 那當然其實我是很懷疑到底 拌回到出來的那個備份 到底是不是還是同一個人 因為是複製了上去 即是你的意識是否還是同一個呢 但這些太深了 我們不要在這裡聊 即是整個概念就是 你打機死了 然後拌回Safe 那些異體 即是身體方面 更加是怎樣玩都可以 年輕的 打得的 美女的 性感的 只要有錢 什麼都可以做出來 你可以複製一個出來 也可以 你自己做一個出來也可以 客制化 客制化身體 每個人都整個 喜歡怎樣都可以 避高一點 也可以 百兩金 為什麼是百兩金 我不知道 沒事的 全世界都不英俊 全世界都英俊 窮人就慘很多 不要說他們那個備份 一爆你就真正死了 甚至連身體的選擇都很少 劇裡面就有一個八歲的小妹妹 她意外過了身 但到出來的時候 因為政府不夠身體用 然後安佩了一個老人家的身體 給一個八歲的小朋友 是慘到抽筋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那個小朋友 這個貧富懸殊的問題 在人類得到永生之後 原來只會越來越嚴重 好 接著就到這個宗教 大家一想已經知道 很大的問題 因為信奉宗教的人士 都會覺得 人死後的天堂 要是想... 人死後的天堂 靈魂要是想天堂 要是落地獄 現在人類竟然想到辦法 就不用死了 宗教團體 就開始覺得 人在扮演一個神的角色 劇裡面 虔誠的教徒 就會死了 決定不重生 即是他們只要一條命 但因為這個位置 我立刻在想 因為人是生物 但若然人把他的意識 所有的感覺 和記憶都寄到晶片裡 可以用電腦去運行的話 人到時到底是生物還是死物 你明白我說什麼 好問題 對 到時人原來不用靠身體 都可以繼續有他的思想 到底人是生物還是死物 這個是想爆頭都想不到 所以宗教是存在很大的矛盾 即是在這個劇裡面 或者在這個情況裡面 是很大的矛盾 但人腦的設計 又真的很像電腦 由腦去控制你的身 對 已經是電腦 已經是電腦 所以我想一下 人在做人工智能 但如果人是被虛擬出來 會不會是 一堆人工智能 在做人工智能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今集不說這個 接著就是輪尾和人道問題 你想想吧 一個八歲的小妹妹的靈魂 是可以安置在老太婆的身體 除了這樣之餘 其實在裡面 一出生是男生的人的靈魂 都可以安入女生的身體裡面 女生都可以安入男生的身體裡面 即是其實人類發展到他們的那個地步 就已經是沒有性別之分了 你明白我說嗎 根本就沒有性別 所有事情都是汗染蒙決定 尤其是父母控制 我那個我想要兒子 給我 不行不行 不要那麼變態 你要生出來夠一歲 你才可以藉到晶片 一歲抽出來 我那個兒子來的 我要放在他兒子裡 很糟糕 但沒有 到時候大家都很明白 性別根本就不要緊 你只是需要生兒子 你知不知道最恐怖的就是 這件事引生出來最大的問題 就是就連倫理問題都出現問題 若然換身體可以成立的話 就算是兄弟姊妹 父母 他們就算結婚 搞事 生兒子 都不會有亂倫帶出來的生理壞效果 即現在就是 若然你亂倫生出來會傾胎 那若然你老爸老母 兄弟姊妹換身體再搞事 那其實沒事發生的 最恐怖的 究竟我眼前這個是不是他 對 認不到那個人 我感覺到這件事實在太複雜 連劇裡面都沒有說過 不敢說 但純粹是我太沉迷這個世界觀 自己慢慢地想會怎樣 然後就想到這些事情 都不代表我變態 重點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十分之嚴重的人道問題 就是在裡面有人 把人的靈魂放進動物 又或者在那些爬蟲裡身上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擁有人類的意識 但你的思想和靈魂都被人放進狗裡 那你會怎樣過呢 由這裡開始要說話 就越來越變態 就是人類的娛樂方式 首先 我們現在普通看格鬥賽 就已經很刺激了 最刺激的是我們正常平民 看MMA已經很刺激了 拳拳到肉 血淋淋了 OK 再刺激一點的就是 平時你在電影裡 經常看到那些地下生死鬥 打到死才完 那就是最刺激的了 就是因為會死 所以就刺激 但現在就是人類 原來是不會死的 只要換身體就解決到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那套格鬥賽的賣點 就變成了身體的受損程度 以及參賽者的故事背景 劇裡面就是一套夫婦 就被安排參與一場生死鬥 只要殺死對方就可以完場了 那死了那個 可以得到獎勵 就是一副新的異體 以及一個豐厚的獎金 那就是 死了那個 死了那個有 死了那個有 不是贏了 贏了那個 贏了那個為什麼要身體呢 贏了 不是 嘩 害怕 總之他們是因為 他們有個出生的兒子 而他們窮 所以其實他們是樂於參與這場賽事 為什麼我記得是贏了那個 輸入那個單季 是嗎 對喔 總之我要說的是這個 這個荒謬 OK 這樣記錯了 沒有 那一些提供性服務的場所 那就更加變態了 現在 你能夠上網看到那些已經很變態 但當人 連死這條底線都可以超越的話 會變成怎樣呢 這個我不在這裡說了 你們自行想像一下 又或者我在這裡給你們一點點畫面 看 好 接著就是 會有記憶的販賣 一般的經歷和體驗 就已經滿足不了人類 人類是需要偷看別人的記憶 去滿足自己 那你注意 他們去偷看的那種方法 不是好像我們現在開的影片出來看 而是親歷其境 用給你偷看的人的角度 去感覺這件事 我一生試過 都不是試過 第一生所有角 摩角 對 第一生摩角 在電影裡面 有講到犯法 強姦 越變態的體驗 就可以買到越好的價錢 其實這樣想是很合理的 你想一下 你可以感受到一個犯罪者 做過的所有事 但是 因為你只是去感受 你沒有做到 所以你不算犯法 你是不需要受任何的奴獄之苦 你想想你去買個阿婆種菜的記憶回來 我不買 買阿婆種菜 沒有人 這個行為也促使了一種 叫做靈魂市場的地方 彈爭 靈魂市場就是 裡面全部都是一些沒有了身體的靈魂 整個地下都是 很多人會特地走過來看看 到底有沒有什麼好的記憶 體驗 可以拿去買一個好的價錢 在這個畫面裡面 你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貧富懸殊的情況 是有多麼嚴重 你們看到整個沙灘的靈魂 絕大部分都是窮人 好了 然後越說越恐怖了 酷刑 在嚴刑逼供這方面 已經是先進到可以把 受折磨者和折磨者 一起放入電腦的虛擬空間裡面 在裡面 無論你有什麼工具 什麼場地 全部都可以在虛擬空間裡面 實體化出來 被人折磨的人 在虛擬空間裡面 是可以感覺到真實痛楚的感覺 就算死了 只要在電腦那邊按幾個按鈕 reset 又可以回來繼續節目 這麼像火影 對 我剛剛想說 驚慈無限閱讀 對 像魔魅無限閱讀 驚慈 他經常在那邊刺 一邊刺 立即做照片 可以做到 是怎樣死都不會有盡頭 只要你一天未照 就是那些 若然老婆 跟老公說 老公說沒有 老婆馬上拿去嚴刑迫工 不斷彈他 不斷彈他 彈爆了reset 這件事很恐怖 嘩 就是這樣 基本上不會有迫不到的工 怎樣都一定招出來 無限 你不招我就不放出來 他是開了一間公司的 你記得嗎 你開了公司 就是政府認可 為什麼政府會認可 一些那麼恐怖的公司存在 是不出奇的 因為 絕對可以靠這個技術 做到洗腦 尤其是現今社會 大家更加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要洗人的腦 所以原來 我不是覺得很正常 我覺得很可恥 但是合理的 一分鐘現在都有 不過不是虛擬 嗯 對 在不知哪裏 算了 不要說 一會兒的標又黃了 好 接下來我想說 最最最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愛 這件事劇中幾乎沒有說 但其實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很嚴重 人類有沒有永恆的愛 人類是有永恆的愛的 很簡單 我不是說父愛 是情侶那種 人你好 我當你結婚也好 我當你很愛一個人 你愛那個人 你死之前那一刻 你還是很愛那個人 那你死了之後 那你那個愛就永恆了 嗯 因為你死了 這些東西是不能變的 若然現在壽命是去到無限的話 那你有沒有信心 真的愛你一萬年 若然你有信心 那第二萬年呢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堅持得多久 是啊 因為當生命 若然真的去到無限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 永生也好 就算你這樣放晶片 換身體永生 你拍針之後不會死 不會老 都好 所有人 只能夠說他未變心 因為你一日未死 你一日還有可能會變心 你未死就不是永恆 是不是開始覺得 原來我是一個很哲學的人 不是你們想得這麼笨 那說到這裡 大家還渴望人類得到永生呢 又或者大家還會不會覺得 永生是一件很棒的事呢 這句留言告訴我 我也很希望可以和你們討論 雖然一定會變成世界大戰 不過也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去到第二季這套劇 就突然之間換掉所有的男女主角 就是兩個人 所有的男女主角 但是完全不奇怪 他這套劇就是可以換身體 主角的 換了身體 都是主角 你們很應該接受 很巧妙的 對 他第二季的主角 就轉了做 復仇者的Falcon 那個角色 這份陌生感 其實我是有少少 減低了我想看的意義 大量的陌生角色 不是 大量的不是陌生角色 不是歧視 大量的黑人角色 是突然之間 在第二季裡面湧入 然後在某幾幕裡面 我以為自己在看黑豹 不過這套劇最吸引我的 當然不只是故事 是世界觀 故事好不好看 所以你們自己看完之後 告訴我 你們很聰明 就算沒有Netflix 你們自己都會找到方法看得到 不過最近很恐怖 那些... 什麼風流 台灣那邊 全部沒有了 全部一拋過沒有 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有某些事情在發生 有件事很重要 要提一提 尤其是未夠18歲的觀眾 我需要在這裡說 這套劇裡面 是有不少的裸露場面 其實是十分之make sense 你想想 若然有一天 你的身體再不是跟你一輩子 穿不穿衣出街 誰不在乎 有不所謂 你不喜歡 我換 不夠長 還是不夠短 到時有沒有人還會穿衣出街 其實也成問題 但是... 衣服要提一提 因為是未來 裡面的衣著 是傾向於Cyberpunk 是我最喜歡的衣著類型 不過別人的套劇 在說這麼嚴重的議題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為了別人的裸露場面 走進去看 你也很膚淺 就算你真的這麼膚淺 不要緊 你不要說我沒有說就行了 又或者你在家人面前 開出來看 突然有人脫衣 你家人問搞什麼 你不要為EG介紹你 多虧你們不少 有很多家長都在看我頻道 我會想說多幾部 我在Netflix會看什麼 但看來這段影片時間就不夠了 如果接下來有時間 還有一些心得 就繼續跟大家說一說 我最近在看什麼影片 我今次告訴你們 我有看什麼 你們留言又告訴我 你們看什麼 大家互相幫助一下 減少一些縱復的機會 怎樣可以告訴我 除了留言之外 還可以IG PM我 告訴我 看什麼劇情都可以 原來吸引到我 我就會去看 看完之後又出來報告 然後報告的時候 還要說明是你 告訴我 好好表揚一下 說真的這段影片 就算在拍之前 又打稿 又整理思路 其實我都用了不少時間 雖然腦子將近要爆 但也很開心 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的想法 就是看什麼 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我 拍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不是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出去 請訂閱我 留言告訴我 到底你們 想不想有永生 因為剛才我講出來的可能性 全部都是合理的 人類有永生 除了永生這件事 本身是好之外 之後其他帶出來的東西 我都想不到有什麼好 都是那句 盡量不要世界大戰 Bye 你